英國國王查爾斯星期一在聖誕節演講當中呼籲民眾在經濟困難和全球衝突時期 幫助那些不幸的人強調善良、同情和愛護環境的重要性 查爾斯在繼承王位後的第二次聖誕節的演講當中 也向志工、慈善工人以及節日期間照顧他人的民眾致敬 75歲的查爾斯國王說這個在很多人經歷真正艱難的時候更重要 我們是需要增加現有的途徑幫助給我們是自己是更為不幸的他人 查爾斯部分間接提到上一個星期的加沙戰爭的時候說 在世界各地悲劇衝突日爭的時刻 他祈禱他們能夠盡他們的力量去保護彼此